亚洲当代艺术大师鸿毅 最近和西班牙国宝级艺术大师雷普耶斯合作 在文化资产园区举办一场赖去西班牙特展 两位艺术家的作品都带有些同趣与魔幻想象 希望透过艺术的交流 让台湾人在疫情期间不用飞往西班牙 一样能够感受到西班牙国宝级的艺术文化 一件件充满同志的艺术品 让文化资产园区注入活泼的气息 由西班牙国宝级艺术家黄爹普雷斯 台湾艺术大师鸿毅 以及台湾新锐艺术家黄博维 来举办老中青三代传承对话展 让民众不用出国 也能感染到西班牙的阳光热情奔放的艺术商店 今年我们非常高兴可以看到 这样三位的杰出艺术家 农聚一堂在这里展出 那藉由这样的一个东西文化的交流 跟刚刚的一个舞蹈一样 让今天的非常充满的热情洋溢 他们都很非现实 我不是说超现实 你看这个西班牙艺术家 你也看得出他好像是人的模样 但是那个人呢 他不是完全跟现实一模一样的 但是他好像给他一种童话式的那种乐趣 三位艺术家是运用自己家乡的文化 民俗元素以及美财等家里创作 像是西班牙艺术大师黄磊普耶斯 作品就是以丰富的想象力 与斑斓的色彩文明 这回更带来世界唯一 8米乘8的水晶西洋旗 相当的具有魅力 特别给台湾一个机会 就是一个唯一一座的西洋旗 因为这个作品通常是不容易可以搬运的 因为它很容易脆 所以因那个洪老师的邀请 特别把这一座水晶玻璃搬到台湾了 洪艺的作品色彩缤纷 风格独特 将台湾的传统文化符号 用语及配色都运用在创作上 而这一回是带来多件 纯手工锻造 超大型的铜雕创作 有太阳椅 月亮椅 以及动物雕塑群的传织 我觉得我的艺术品可以给世界带来正能量 我觉得藉由这次的展览 让世界看到台湾 在西班牙就蛮有文化的一个风俗 然后结合洪艺 它这个创作非常的缤纷 西班牙给人家感觉也很缤纷 而台湾新圣代艺术家黄波维 艺术的创作风格独特 应用多种的绘画技法 颜料来进行试验结合 使画面有一种斑驳 却鲜艳的迷幻效果 就是它是跳脱以前那种线性单一的状态 就是回应台湾这个环境 它是多元的很多讯息交勾在一起的 所以我的创作也是反映在地的这种情感的 然后去发展这样子 透过三位艺术家的艺术正能量 让民众可以感受到艺术突破国界 与新制的框架来营造出快乐新整身 这里将台中裁缝到